哇 哇 好好 好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蔡友韵 昨天我的前夫带着泡泡的新后妈过来看我的女儿 很多人都好奇 到底我的前夫有没有给我抚养费 有没有给泡泡买衣服啊 买玩具啊 买零食啊 这些 现在我来告诉大家答案 没有的 我让他送泡泡回家 他说他要赶着回家 没空让我自己去接的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正常的 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分开了 他也有了心宽了 忘了旧爱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买衣服也无所谓 反正这些衣服都是我这段时间买的 因为上几天的时候天气预报说 降温了 所以我给我女儿买了9件衣服回来 可是买回来洗干净了 他又没有降温 就是1号那一天就感觉挺凉爽的 那天我就以为3号4号他会降温 但是在广州这边还是挺热的 所以这些衣服买回来等降温的时候 再给泡泡穿吧 我买的这些衣服很多人都说挺好看的 看一下这些 这些是我在网上买的 这些卫衣我感觉还可以 还有这一件外套我特别的喜欢哦 我在实体店那里试过了 但是实体店那里蛮贵的 后来的时候我在网上买的 买回来我给泡泡试穿了一下 感觉质量也可以也挺好看的 这一件牛仔衣啊 很多朋友都问我要链接哦 其实我这个是在实体店那里买的 看一下 里面这一件衣服也是我新买的洗干净的 因为泡泡去年有一件 我看见他穿的挺好看的 所以呢 今年我又重新买了一件哦 还有这些 这些我都介绍过了 其实这些衣服啊 我都是新给泡泡买的 有的一些是去年有过同样的款 但是今年穿不上了 我就给了朋友 这些新买的这些我感觉 泡泡今年应该可以穿的美美的啦 所以不用我的前夫嘛 我前夫知道我会给我女儿买衣服的 他知道我的消费观念哦 所以他从来不会过问的 我觉得我不应该去跟我的前夫去纠结个什么 因为啊 他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哦 呃 因为我们三观不是一致的 你跟他说这个 他感觉不合理 他就就会跟你有争吵哦 呃 有的人呢不适合去跟他 呃 纠结哦 呃 在我的观念里面 我也觉得感情的事情啊 真的 分开了就分开了 好聚好散 不要去影响到别人的生活 呃 既然 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好才在一起的 呃 分开我也觉得不要去 打扰别人 不要去呃 就是 不要去诋毁他 我感觉 呃 他也有他的优点哦 我也有我的优点哦 离婚很多人都说 你离婚有原因 当然有原因才离婚啦 是不是 不可能无缘无故离婚啦 是吧 所以啊 有很多结婷的事情 自己知道啊 呃 我也不想多说 哎 反正 抚养费的这个问题啊 呃 我也跟他 呃 说过了 呃 他说他会尽力给我 呃 因为 说再多啊 他给不了 也是 白说 所以 我要去跟他 去纠结吧 呃 先过好我跟我女儿的生活 其他的那些 就给时间吧 我感觉 好啦 呃 有很多人都问我 你的视频是谁帮你拍的 呃 现在我来给大家说 我已经说过一次了 但是这段时间啊 还是不停的有人问我 呃 我的视频呢 是出去的时候 我拿自拍干拍的 呃 我的视频都是没有经过什么刻意安排的 都是出去的时候 随手一拍 有很多镜头都是抖动的 可能 视频看的朋友都可以看得出来哦 呃 有一些可能他是也也不会怎么样去拍摄 所以呢 他不懂啊 呃 看一下 我这些自拍干我买了很多 有很多都是被我泡泡弄烂的 有一些买回来不好用啊 我要重新再买的 看一下这些三脚架 我总共买了八个看一下 现在用的这一个总共八个 有的给泡泡弄烂的 有八爪鱼啊 小的三脚架啊 自拍干的 这些都是买回来拍视频的 所以啊 呃 有很多人让我教他们拍视频的 其实我自己也是半洪水哦 我不是不想教大家 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都可以 但是呃 这些也是要靠你自己去坚持的 不会有这个 噢 就是我 对 就是我